靈者多花 靈蚊蚊蚊 我們來到另一位講者 這位講者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關教授在科大做了很多年 是危害的管理 其實危害控制是一門的學問 我們通常所有不同的危害 無論是物理性 化學性 生物性的危害 我們都會用同一套系統 來預防 評估和控制 所以這一套危害控制的理論 其實都非常適合疫情的管理 我們第一 注重預防 如果我們發現有些是有危害性的 它未發生之前 我們就希望我們有足夠的資料 還有有足夠的程序 來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如果這麼不幸 它發生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套系統來評估 它的危害性是怎樣 如果我們明白 譬如在今次疫情的發生 是怎樣發生 還有那些病菌是怎樣 來傳播的時候 我們有相應性的措施 斬斷那些感染 我們叫做 chain of infection 就是這個傳播鏈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的時候 就能夠去控制疫情 有兩點我想帶出來 在譬如今次這個疾病裡面 其實沒有一些特定的藥去醫 但是在SARS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學到一件事 就是一個有效的行政控制 其實是可以控制疫情的 行政措施就一定涉及人 人的參與 人的來管理 這個就是問題 你看到在這個疫情裡面 很多我們的措施 包括去找出一些受感染的人 或者隱形的病患 病患者 這裡也有些困難 有些他病他也不去看醫生 躲起來 有些他既然不舒服 也不去求助 另外我們有很多預防措施 譬如戴口罩 洗手 有好的防疫工作 都是要靠別人去做的 譬如只說戴口罩 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 香港因為我們經歷了2003的SARS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戴口罩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所以大家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知識 變成一個文化 所以在香港來說 做得非常之好 比起有些其他國家 根本沒有戴口罩的文化的時候 有些人不只是不想戴 而且是抗拒去戴 所以你看到這些國家的疫情 其實增長率是很快和很急速的 這就是人的問題 其實人算什麼呢 今天我們好像很多科技 能夠控制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們有手機 很多apps 按幾個掣 在手掌當中就可以控制很多東西 但我們一旦 連一個全世界最小的物件 一個VIRUS 全世界我們知道是最小的生物 都不能夠去應付 可能這個人體 就比這個VIRUS大 1800萬倍 但是這麼小的物件 我們都不能夠應付 可能這個VIRUS在笑著我們 大頭沒有腦都還沒有 因為這個VIRUS很聰明 經常變種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 那我們就想 其實雅各書說得很對 明天發生什麼事 我們真的不知道 人就好像過眼雲煙一樣 我剛才說到 其實在聖經的預言裡面 也都很清楚說到 末世時代的情況是怎樣 他說到其實就是很多困難的情況 特別是帶出人性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 隨著社會的進步 我想一個帶出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很自我 自我為中心 這個自我中心其實是帶出很多問題 這些人性的問題 其實是將這個疫情的嚴重性 一直擴大 一直更難的來控制 疫症對這個家庭婚姻 有什麼影響 這個疫症其實是帶來很多婚姻的問題 無論是英國 無論是美國 其實婚姻問題 家庭暴力都多了很多 實際上怎麼處理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積極溝通 有問題出現 你不溝通它都會存在 那你積極溝通很重要 但是積極溝通怎麼溝通呢 積極溝通就是多點說feeling 有些人不說feeling 你做錯了 你應該怎麼做 你不要這樣做 你說feeling 那些人比較容易跟你說 如果你每次說別人的錯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其實你想怎樣 就是說這個問題出來 你的目的是想拆毀它 因為建立一個關係 如果能夠有一些小組 或者有兩個很熟的弟兄姊妹朋友 他們都可以明白到你 又不是說去批判你的 那就有些支援 大家聊一下 又可能好些 或者都要想一些目標 比如讀聖經 你說可能整本聖經都還沒讀完的 那你定個目標 就去看 起碼你的目標清晰得來 如果你有些成功感 你做完 就是短期的那些 那你就沒有那麼不開心 你就不用攪著人 如果你整天都沒有目標 你就攪著他 他就攪著你 你的目標就是做這件事 我都沒有時間攪你 我要攪別的東西 那你有時候的容忍程度 就會容易一些 我們如果有身體有病 那我們就看醫生 如果我們心理有病 我們就看心理 但是如果我們熟靈都有病 我們就要真的要回到神 那裡 以下我就想介紹我們另一位講者 就是陳一華牧師 陳一華牧師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他多年都在遠目事工裡面 很大的投入和貢獻 他就會從他的經驗和我們分享 其實我想帶出 有兩樣是比較很明顯的 那個情緒的表現 就是一個叫恐慌的情緒 另一種叫焦慮的情緒 這兩樣的不安的情緒 其實都是很纏繞著我們今天的香港人 很多不少反映我們對這個疫情很緊張 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問題也未解決 那些疑難仍然存在 有很多時候就將我的問題 就扯到信仰我方面 那這個呢 如果沒有人跟他去聊天 沒有人跟他去解答 沒有人去鼓勵他 那他會是越來越覺得 好像上帝離他很遠 上帝都沒有聽他祈禱 上帝都沒有照顧他 仍然他現在的生活都是非常困難 因為這個疫情帶來了很多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隔膜 還有又回不了教會 也都有社交距離 所以有時候如果在靈性上少了 來追求的話 那對信仰的衝擊都是大的 因為時間拖得很長 所以這個疫症 有時候都會有人問 為什麼還存在呢 為什麼上帝不將他消滅呢 那很多這些信仰的問題 都會產生 如果沒有人提醒他 可能他星期日真的忘記了崇拜 自己有自己很多事情會做 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漸漸和上帝的關係都疏離 所以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們要互相守望 互相提醒呢 特別在疫情期間 我們更加需要為弟兄姊妹 為家人的靈性成長 做一個守望者 現在他覺得自己好像 這次在信仰方面 有很多的關卡過不了 有很多的疑問 解決不了的時候 我覺得這時候 最好就是找人去傾訴 不要藏在心裡 可以找一些的弟兄姊妹去傾訴 找一些的導師去傾訴 或者甚至找教會的牧者去傾訴 我覺得多一個人跟他去傾談 解答心裡的疑難 就會令到他的心情會比較平復一些 還有有時候 一人見短二人見長 可能有些地方 他是一個疏忽看不到 原來上帝是在聽他的祈禱 原來上帝的工作 仍然都是在進行中 疫症 你發覺死了 沒什麼事情做 其實有很多事情做 你做一個好的父親 你做一個好的母親 什麼叫做好的父親 什麼叫做好的母親 什麼叫做好的母親 讓你的家人不斷的成長 讓你們的愛一路的傳出去 就是為其他人祈禱 是可以很多事情做 我們很想追求聖經的教導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一些實際的東西 是可以形容出來 我們可以建立我們的家庭 多一點在屬靈裡 去仰望我們的神 一個信心的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影音史團 或者萬眾同心再抗炎的抗疫行動 可以把款項傳入這個戶口 或者把支票寄到以下地址 不懂得… 至於是